这个地方是德国绿党的班贝格的总部 班贝格是一个城市 是一个很有历史特色的城市 因为他这个地方 他曾经他这个地方教堂的主教 后来成为了教皇 因为当年那个神圣罗马帝国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这个欧洲的历史 很有意思 他当年这个教权跟这个皇权是结合在一起的 就是这个皇帝要名义上要通过教皇来 叫什么叫就是给他带上皇冠 加冕对加冕 他这个叫90年代 绿党 他的全称是什么呢 全称我们刚才看到他这个 这个绿党 这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有个90 这个当年在90年代 就是还是90年代 还是非常先进 现在已经过去30年了 Bendernis就是联盟 然后9090年代 然后D Green 就是他是副数 德语他这个副数和这个英语不一样 他是有好几个组织合并在一起的 当时的这个先进的 那叫环保啊和公勤的 也很有意思吧 这个也不小 虽然绿党的得票率没有这个社会民主党和这个基督教民主同盟的高 但是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在这个比较发达的地区 还有这个 池粪的比较多的地方 班贝阁这个地方 池粪的也比较多 他也有大学